刚刚说到变 其实我不认为这是变 是通过我们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人本来的样子 就展现出来了 恰恰是这个状态 你们重拾审认一下自己 到底合不合适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两年的感情轨迹 我来梳理一下 从南方一个小细节 在和你到第一年的时候 居然连家庭地址 住在哪都不敢告诉你 你还怕什么 就是感觉吧 没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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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万一 就哪天她知道我家庭地址了 然后纠缠我 在恋爱当中 你没有全情的投入 你在瞻前过后 那对一个女生而言的话 你想一想 都谈一年了 连住在哪 你都要去做保密工作 她安全感没有了 她就变得比较敏感 于是就尝试 从你身上去挖掘一些 所谓的撒谎和不诚实 所以你们的沟通 这种模式出了问题 不是事出了问题 而是模式出了问题 所以现在都两年了 你能不能重新调整自己 如果你觉得你想娶她 就拿出百分之一百的全心去对她 然后重新安抚她 让这个女孩内心的缺失安全感 能降下来 她才可能慢慢地脾气变温柔一点 然后女方呢 这个时候呢 你也适当调整一下你的情绪 好 这样的话呢 她可能才会发生内心的 就跟你去交流 好不好 谢谢余老师 女生 我们可以爱任何一种类型的人 无论她是优秀与否 诚实与否 职业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选择自己爱与不爱 但是 我们不要去选择一个 不适合自己的人去爱 越爱越累 越爱越苦 说得清楚一点 你搞不定她 一开始新鲜感在的时候 她还能够尽量地 不让自己那么自我 去完成一些 你情感上的需求 但随着你们时间 两年多了 她越来越放松了 她越来越自我了 你搞不定 所以我特别坚定地认为 你应该放手 否则你就是越来越累 越来越苦 越来越得不到你想要的 而且你会在一种情绪 跌宕起伏的过程中 消耗自己 你一天想着说 她大面还是好的 我是不是能宽容她一点 尽量不要发脾气 一方面又忍不住说 你怎么能这样 一周去酒吧两三次 你就会一直憋在这难受 所以我觉得 要学会明智地走开 而男生我觉得你 居然和一个女生 谈恋爱一年多 自己内心脆弱到 怕受伤害 怕到连自己家住址 都不敢告诉别人 那你真的是爱无能啊 我们说三十而立了 你工作其实一团糟 居然说我在家休息一年 然后做起手都做不明白 其实你完全没有找到生活的方向 你都在躲避 你跟他争吵你就躲 他不高兴你就撒谎 你的内心是多么的对于情感 无能为力啊 但我觉得你也要放过自己 我们对情感无能为力的时候 就搁置 先培养自己的能力 再谈爱 好吗 我劝你们 搁置你们现在的情感状态 先找到自我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我觉得他们是一类人 又不是一类人 说一类人呢 其实你们俩都是比较的 以自我为中心 想的都是怎么自己过得舒服一些 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你在躲避他的进攻 而你采取的方式呢 是要管制 其实你们出发点都是为自己 你的管制是因为我要确认 你是不是我应该找的那个人 我要确认所有的事情 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很多时候的决定 你不是跟他商量的 你是通知他 明天我们去拉萨 这个工作你必须要去做 等等等等 甚至于你认为 我发脾气 才能逼出他的实话 大错而特错 你越发脾气 你越自我 他越逃避 越活在自己那个世界里 如果真正的他的心在你那儿 真正你们是过两个人的日子的话 他怎么可能三天两头的去酒吧呢 他怎么可能觉得这份工作 不适合自己 而不敢跟你说呢 所以说你们是把这两个人日子 越过越独了 这是你们俩共性的问题 第二点 你们又是不同的人 你们价值观出世观完全不一样 就从你时不长的 你们俩都会蹦出这个 评价对方啊 他不正常 这不就表明说 其实你所有的价值观我都不认可 而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一点 爱对方就要感受对方的感受 尊重对方 体谅对方 允许对方跟自己有不同 同时呢 多为对方留出空间了 不要动不动地删别人的手机 对不对 不要动不动地就骗他 好不好 只有这样才能走在一起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我觉得你们俩呢 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大小姐 碰上了一个偷奸耍滑的男生 说你没心没肺第一点啊 一年多不让你知道他的家在哪儿 真是因为自己父母离异吗 我父母也离异啊 有什么不能说 有什么不能见了呢 他也反复地说 那个时候没把你确定是未来 对不对 所以你有多没心没肺 第二点 他没工作 没工作 你要他吃你一年 你不会在第一时间让他去找工作 第三个没心没肺 对吧 你让他去送外卖 不管他行不行 你自己不想租车吗 五千块对你来说也不是个小数了 你一下子就买给他 我觉得你是把全心都给他了 他在心里没有对你感恩 当然你也没心没肺 人家真的是吐了的时候 人家说不吸氧 你就不给氧 你不怕他死在洗澡啊 那是服了你了 但是今天 我劝你认真地想一想 如果你排着他 他如果继续这样 你要养他一辈子 你愿不愿意 啊 谢谢厉总啊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 其实是有底线的 比如说我把这个家住哪儿 什么工作单位 收入多少 我把它设定为安全底线 因为我必须知道 我跟什么人在恋爱啊 第二个底线 我觉得叫关照底线 关照不是说 只是男生关照女生 一定是互为关照 你就想 你要上了高原油反应了 你都吐死了 突然我问你 亲爱的你要吸氧吗 你要吸氧我就给你买啊 你要不吸氧我就不给你买啊 然后你没说话 我心里就想 肯定我买来 他也不喜不买了 你伤心吗 伤心 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同样的 三十多岁的人 怎么敢一年不工作呢 你不恋爱 你不工作没事 你练着爱那一年不工作 这就过了 这就不互相关照 行吧 你们俩自己琢磨琢磨吧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这么久 你对我其实挺好的 只不过就是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就是每次沟通 就是这么费劲 你皮确实有点大了 我的压力确实挺大 我之前工作 其实挺顺的时候 你也很清楚 但突然散了一下 我压力一直很大 如果你一直持续这样 不讲理的这种状态 我就感觉也坚持不下去了 其实我还挺念着你从前的 我觉得我对你应该 可能需要多一些 包容和理解吧 但是包容和理解 不能无限制的 我觉得如果你不会改变的话 或者是短时间 不会改变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分开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请回 来请关门 接下来看看这一对 怎么做抉择吧 请开门 能坦诚面对人吗 能 可以啊 可以 行 回去好好想想老师 从不同面给的建议 好吗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 哥 我开始了 我们下期见证 可以 我开始了 一对的浪漫时刻 我开始了 看不知 我们下期见证 感谢观看